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 7月份即将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念EMBA 虽然无法成为国内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 不过倒是会成为老师 因为台大已经邀请吴宝春 未来到EMBA担任实务教师 请他把他的人生经验 还有面包店的管理方式传授给学生 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28号晚间在脸书上宣布 已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课程录取通知 课程每三个月密集上课10天 为期两年 吴宝春还创下台大EMBA首例 虽然是国中毕业的学历 但9月份将应邀到台大担任实务教师 管院那边非常的看重吴宝春师傅 他拥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还有后来开店创业 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其实也祝福他去做这个相关学习 希望为了他带进很多国外的一些想法 一些作为 而台大学生也期待吴宝春 开班授课人生经验 应该还蛮有趣的 可以去听看看 怎么经营这家面包店上面的一些心得吧 我觉得是一个台大学生学习的很好的机会 不一定要念到硕士学师才会成功 吴宝春因为学历门槛制度而舍尽求远 申请新加坡大学的EMBA进修 让教育部宣布放宽EMBA入学门槛 不过已经过了报名期限 吴宝春还是会赴往新加坡上课 UDN TV有唱话黄金台北报导